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见证无形力量谈幕主现场 我是屈老师 今天我们数字简易时的主题是 七一折水困 我们找了两位西洋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物 来解释这卦名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郎士宁与立马斗 好 我们看下面画面 七一折水困 郎士宁 真大人吉 困于朱木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三穹水尽 柳暗化明 郎士宁是四号人物 策划型的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 七一折水困 对为辙 代表人脉 看为水 代表独立 就是说他这个人的外表 非常有人缘 人脉 他的内心是独立思考型的 我们知道郎士宁出生在1688年 正处在一个康乾盛世的大时代 欧洲是路易十四的时代 他27岁就来到中国 他在路上花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困挂里面可以看出来 他被困在船上两年 终于到达了澳门 他在康熙朝五年时间的作画 大部分都闪失了 雍正帝颁布了禁教政令 将所有的传教士都赶出中国 只剩下郎士宁 因为他以宫廷画家的名义留了下来 1766年过世 在华五十年当中 他完成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雍正王朝的时候的百郡图为代表 在乾隆皇帝的时候的乾隆初巡图为代表 筷子人工 我们前几集做了一个七一折水困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我们从这个画像就看出这两个人 他们能将高端的精细的技术 完成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看右边的利马豆 利马豆是二号人物 沟通型的 他的内心潜意志是 古卦 三封古 更为山 代表权力 迅为风 代表策划 就是他这个人外表掌握权力 内在足智多磨 我们知道利马豆出生在1552年 正值明神中万里年鉴 他25岁就来到了澳门 经过25年的磨难 在中国的广东江西南京 才到达了北京 敬见了名神中 1710年过世 享年58岁 我们前几集做了几个古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卦像有类似的人物 宋朝的才女 李清照 和美国现任总统 拜登 以及雍正皇帝 都是二号古卦 我们看雍正皇帝的二号古卦 卦词是干父之谷 高尚其事 利马豆在明朝颇受施大夫的敬重 尊称为太西儒士 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 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 并对中国典籍进行专业的西方学者 他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 还广教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 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他的住宿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好我们看下面好了 西洋启蒙运动数字简易史 七一折水困 郎士宁真大人籍困于珠木 郎士宁出生在1688年7月19号 属大龙四号人物巨蟹座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718折水困 好我们看右边的 蜜玛窦出生1552年10月6号 属属的二号人物天平座 内心潜意识 五八四三封骨 好我们看下面好了 困挂折水困 困亨真大人籍 无咎有言不信 穷困三穷水尽 水折干枯 项曰折无水困 君子以致命足智 好我们休息会回到现场 继续我们下面的主题